超强台风 苏拉今天逼近广东沿海一带 风速高达每小时200公里 当地政府严正一带 紧急转移居住在危险区的10万民众 善为所有工地和渔船全部停工避险 由于苏拉的风险相当接近毗邻的香港 当局将警戒调高到8号风球级别 全港停工停课之余 沿岸的居民也做好了防灾准备 新闻或者是天文台都报道 很多人都说到这个风是超强台风 还有看回那个网 你看到风眼其实是很接近香港 所以都有点担心的 希望不会造成太多人的伤亡 我们因为不是向海的单位 所以我们就没什么 但向海那些人看到 都是做正常的东西 打了大交叉 还有很有趣的 他们把那些胶袋放出来的窗外 香港天文台指出 按照目前台风前进的路线 苏拉会在今天或最迟明天早上登陆香港 预料天气会急速恶化 带来狂风暴雨 不排除到时会挂起最高级别的10号风球 全部航班都必须停飞 在广东方面 中国气象台持续红色预警 预测台风会先在惠东到台山一带着陆 接着可能朝中部移动 扇尾将进入十几风圈 苏拉很可能是广东74年以来 所面对的第五个超强台风 福建和广东省政府已经在沿海地区 加紧堆放沙包访红 救援单位也全天候待命 感谢观看 请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